打选战 当然得要团结跟合作 炮口一致对外才会打赢 那么从提名到确定人选 再到如今离总统大选 根本剩不到一百天了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跟不和谐 还是持续上演吗 今天总统参选侯友宜 跟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同框出席战斗篮 再动员记者会 但人气当场 十分明显进高下 一个不小心 韩国瑜似乎抢了侯友宜的风采 而就在蓝营选情 进入胶着之际 那么侯友宜想要拉抬绅士 现在去传出蓝营的手机很担心 蓝白河最后破局 急得赶快寻求生存自导 全线团结力量 三十多位战斗 蓝立委参与人大合照 但大家目光焦点 似乎都是C位的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挤在后头的 蹲在前头的 都是要想办法更靠近 韩国瑜招牌姿势 似乎也强了一旁侯友宜的风采 但这正好颠出立委选将们的忧心 不合作有的人就不行 就不出来投票 不出来投票 其实对于国民党的立委选情来说 也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如果真的没合作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是 第一个头戴当亏 刚亏呢就往前冲 穷就一切的方法 然后用尽一切的力量 争取每一张选票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直言 基层最大噩梦 就是一旦蓝牌闹翻 支持者心灰一冷 不用投票 直接冲击立委选情 选举本来就不是建筑在整合上面 整合只是多一个利多条件而已 但它绝对不应该是决胜负的条件 与其现在一直把重心 放在柯文哲上面 不如把重心放在整合 我们蓝营自己的每一份力量 立委参选人呼吁整合一切力量 但这弹劾容易 传出不少立委 私下与支持者直言 立委支持我 总统不勉强 更定出11月登记完 若母鸡还是分裂 不排除自己找人助阵 甚至邀请郭克来站台 假设心的问题呢 我们无法做回复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蓝白盒持续向前迈进 国民党有信心 在共同的理念之下呢 我们持续堆叠善意 就能够再进一步讨论 未来的合作 如果说之后蓝白 没有办法 的话会帮国民党的小鸡 来一下 这两个媒体朋友们 借那个浪格路 奇怪 你们保留是在 当媒体的发言人 我想柯主席 在这方面都是 持开放的态度 立委小鸡们 顾及总统挺猴立场 但基层选战 每张票都要争取 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他们只期盼蓝白盒 不只是说说而已 记得姚家定 姜凯玲采放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